美中双方官员 星期一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副部长级经贸磋商 有关详情 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 乔战 好的 湘云 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 周一在北京与中方官员开始了为期两天的经贸磋商 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双方实行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期以来 两国官员首次展开面对面的谈判 尽管中国方面此前曾表示 这次的会谈将由中国商务部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带领 但是彭博社根据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的信息 以及该社看到的一张照片报道说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的也参与了第一天的磋商 不过刘鹤副总理停留了多久谈了些什么 目前还不得而知 虽然双方目前都没有透露有关这次会谈有何进展的消息 不过美中双方此前都对这次磋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的期待 如果此次磋商进展顺利 预计刘鹤将率领中国代表团 前来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姆努钦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主持人 乔战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星期一也就美中贸易磋商表达了看法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周一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专访的时候表示 美国对中国加征的贸易关税正在伤及中国经济 以及北京创造就业以抑制社会动荡的能力 罗斯部长认为美中双方有着很大的机会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涵盖所有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 不过他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明确执行协议的机制 以及当有人没有按照协议行事时所将面临的惩罚措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白宫表示 他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使中国更加有动力达成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谈到中国经济的话题时说 中国的发展有足够的韧劲和巨大的潜力 陆康说中方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有着坚定的信心 主持人 乔赛那随着两国磋商的开始 股市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随着美中经贸磋商重启 那么两国的股市周一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中国的上证指数上涨18点涨幅0.7% 深圳城指上涨115点涨幅接近1.6% 恒生指数上涨209点涨幅0.8% 在美国股市方面 道琼斯指数上涨98点涨幅达到0.4%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84点涨幅为1.2% 而标普指数上涨17点涨幅为0.7% 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赛从新闻中心发来的详细报道